在这个时候,请大兄姐妹为我的女儿,Aseline,祈祷 她在美国,她的手就发炎了 因为她拉小提琴,太过努力,太过努力 所以没有着顾到她的手,她的手就罢工 就发炎了,所以很多小提琴家都会移到的 所以老师叫她休息 休息了几好,没有痛了 但是之后要再拉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之后又来了 本来是左手,现在右手也是 左手本来差不多好了,现在中个严重分 所以她很担心 所以请大家为你祈祷 好,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叫做 生命的破碎和提升 生命的破碎已提升,我要报告一下 感谢主在今年6月的时候 已经有祝元区慎教会的董事 他们开始联络我 董事,我们四年前都已经找你了 但是迟了一步,你被生命的破碎请了 现在四年之后,我们再想到你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 那我就谈了之后,我说要存职的 放下生命的破碎,不行啊,很难啊 他们很失望 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跟我一起走的时候 他也说,如果我们这个董会没有再改变 很多人都要走的了 我听到的时候,我心很重啊 什么意思啊 不是回忆走啊,很多传道人都走了 哇,大劲啊 我就回去祈祷 有一天呢,星期六来的 早上我记得 我起床的时候还在睡着 在我床,就好像我左边有一个天使 我没有看到样子,是感受到的 他说,不要拒绝他们 是我提醒你 你要去这个位置,你服侍葬教会、葬教牧 不要再退了 是麻烦一点的,是辛苦一点的 但是很有意义的 很多人在等你了 你要去接受 哇 我就感动 我就跟我太太说了 我再联络他们 我再联络他们,再谈 谈的时候就七月了 等于之后他们很开心 等于之后他们就开会了 我说不要这么快了 让我沉淀一下 再分一个 一两个礼拜 再给他们最后的确定 我回去再祈祷 到最后就答应他们了 所以之后我就安排在十二一号 通知我们的执事 本来是计划明年的工作 我说,不好意思 我要通知大家这个消息 给大家一个心理准备 但是我那里还没确定 因为他们要开会 所以几个党史已经 把我名字提上去 又要经过一些程序 就是上磨会员会 是有十六个到十七个人的 有九位董事 六位牧师 加上一个社会服务的总务 和他们现在的会目 十七个人开会 到底接不接受黄生经牧师 做他们下一届的会目 所以要等 但是我十二一号已经通知 我们的执事了 我还未知的 但是我先通知你们 之后呢 十二三十号我就正式提出 辞职信了 因为他们那里已经 开了会了 都可以了,一定可以了 就是他们的唱慕委员会 开会 都决定了 接受我 然后董事会 就是他们整个会的董事会 都开会 都接受我 但是呢 还有最后一个程序 就是要 会友大会 就是七间教会的教目 同工和执事 甚至那些 已经没有做执事的 都是会员 都会回来投票 到底接不接受 黄山健牧师 做他们的会长 就是会务 就是上星期 二十八号 所以上星期 为什么不报告呢 因为下午才开会 没理由 别人都未开会接受我 我就说 光暴天下 当然不行了 所以如果我是他的会员 我都未开会 投你一票 你已经说你是 那我现在投你 不接受你 所以不可以报告 所以今天可以报告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投票过了 七十几票 七十几个人 投票 有百多人的 有些是列席的 七十几个人可以投票 有七十几票 都接受我 所以就很高票了 九十几百分之 所以感谢主 给主要鼓掌好吗 这个是我生命的 一个很高的提升 我也没有想到的 大兄姐妹 这个我要给你知道就是 我和你一起分享我的喜乐 原来上帝是看到我的 上帝看到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破碎 经过很多的试验 到今天提升我 在香港的教会里面 宗教会里面 可以成为上帝使用的仆人 不单单要影响 这个神教会的区会 这个不是一个区会 这个是祝元区的神教会 是一个总会 都会代表他们向 香港不同的宗派 不同的不群宗的宗派 更多的联络和合作 来做一些对香港教会有建设性 更加积极的帮助 我已经上帝都继续给我24个计划 要行的了 所以有一个传道人就开玩笑 哇 牧师 我们在等着你的24尾 所以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讯息 就是很有意义的讯息 希望大家鼓励你 你不行 是不是我还没开 好 我还没开 好 我们先读这个经文 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 在菲律比斯第二章 第五到第十一节 一起读好吗 你们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以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到虚己除了路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容色 既然有人的容子 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 以致以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刺及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失 无不口清 耶稣基督为主 使永遥瓜以赴神 这个经节给我们看到 耶稣在天上降悲 来到地上做人 不仅仅这样 更加拿了路仆的容色 更加是死 不仅仅死 是死在十字架上 很大的羞辱和破碎 但是 所以上帝就破碎 他来到最低了 谷底了 之后就把他升到至高 所以我们的V Victory 就是一个最大 之后才最高 如果你的Victory 是没有问题的 都没有问题给你解决 Victory是什么 胜过什么 Nothing 所以这个得胜 就是一定有一个 很大的挑战 很多人都放弃 但是你没有放弃 到最后 上帝给你得胜 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榜仰 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榜仰 我的生命都是经历这些 以后我们都给大家知道 这个圣经的人物 包括药室和大胃 都经历这样的破碎和提升 我希望你都明白 就是你的生命 都一样可以被提升的 但是你被提升之前 可能你要经过一些磨练 一些破碎 不要放弃 不要因为破碎 就很咽痕 或者是泥死在那里 永远留在谷底 不想爬起来 不要 要继续经过 当你经过最坑暗的时刻 有一天上帝的时间到 使你提升 今天的信息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都说过的 这句说话 蒙子说 蒙子月 一起读 天将降大任以诗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老其根骨 饿其体肤 空佛其身 幸佛乱其所谓 所以动心引胜 憎益其所不能 使他能够做更多本 你不能做的 所以这个就是 如果天要把一个大责任给你 一定会给你经过很多的事严 很多的苦 你的整个身体也好 你的心智也好 你的各方面 你都要经过试验 你才可以丹起一个大责任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人的智慧 看到很多人的生命 很多的将冠 很多的大任务 很多有影响力的领袖 都是经过这样的试验 所谓同容的 我要跟大家分享 被神提升者 先接受破碎 我年轻的时候 听到这首 刚刚讲过的 凡是在主耶稣的手中的饼 都要被抹开 才能够服侍人 就是五饼如意 为饱五千人 都是被抹开 才能够为饱五千人 所以这个饼才会成为一个神迹 为什么一不为来为来为来 还有 因为你被抹开 再被抹开 再被抹开 小群教会艾托星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 人的破碎 灵的出来 这个人 一不被神破碎 你就是继续坚持神 你破碎我 我愿你的旨意成就 你的生命 要被圣灵更生 把神的灵的生命流露出来 哇 我很喜欢那首歌就是 《念你意经》 他说你菩提子 你不拿去压砸它 它是不会有葡萄汁出来的 简栏都是很硬的 你一定要很大力的压 压到它流出那个简栏不油 所以同容的 我们的生命都要被神 你经过很多的试验 压碎 你才会流出最美丽的生命 和牵香的生命 被人看到 哇 你经过这么多事情 你没有苦读 你里面没有报仇 你里面都是被耶稣得着力 流露出基督的生命 你才可以被提升 我们看这个就是了 一起看 饼必须要被抹开 才能够成为圣亲的饼 代表主的身体 同样的 菩提子必须被压扎 成责 才能够成为圣亲的杯 代表主的补血 同样你的生命 我的生命 都必须经过破碎 才能够被神提升 有句话一起读好吗 You cannot be promoted If you cannot be replaced 有时候你会很不甘愿 就是因为你的位子被人抢了 被人代替了 但是你要忘记 不要忘记 如果你坐一个位 从开始做 就坐那个位 坐到你退休 都是那个位 其实你没有被提升过 所以你要思想你的人生 为什么我很想做一份工 做到老呢 因为你没有想到被提升 但是如果你要被提升 你就会被人代替 被人代替的时候 你就很害怕 我被人代替了 我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但是就是机会给你提升 曾经就是一个人 他代表过公司 请他们的专业人士 去辞退他的工人 所以这两个人 一出戏看 如果看过这出戏 他就问他了 所以公司 不想见那些工人 因为辞退这么中心 做了十几二十年的工人 或者三十几岁通人 是很陈人的事 他们面对不到 很内疚感 就请专人去做 那些专人是不认识他们的 那他就问他了 你本来曾经有没有什么梦想 我梦想做这个做那个 对了 今天你有机会做了 什么意思 你的公司请我来跟你说 你下个月不需要上班了 你有机会去做你应该想做的事 你很多年的梦想 哇 哇 生气了 谁可以这样对我 我做了几十年 这样对我 这是什么公司 谁来的 我要见他 那个专人说 我知道你的感受 你把你的生命放在这间公司 这么多年 但现在 公司真的没办法 运作下去 他需要撤退一些人 你是其中一位 但是我欠你 你刚才跟我说 你有梦想 但你一直来没机会做 所以现在就是机会了 所以这笔钱 就辞退金了 你就拿去吧 我祝福你 去完成你的梦想 虽然很生气 但是同时又是 你有一个梦想 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一直来 因为我做工 因为我有工作 因为我没有空 等待会 现在就是机会了 当你被人代替的时候 是很伤的 但是同时 都是你被promote 被提升的时候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愿是好的 要保存许多人的生命 盛就今天的光景 欧室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知道故事的就是 他从小就是少爷子来的 他父亲有四个老婆的 hello 他父亲有四个老婆 但是他就是他父亲最爱的老婆的儿子 Rachel 所以他很幸福 他前面有十个阿哥 都不是他父亲最爱的老婆生的 但他就是他父亲最爱的老婆生的第一个儿子 一出生就有特权的 十个阿哥都要做工 他就不用做工的 他穿个衣服就像我今天那么彩色的 连个口罩都彩色的 哇 天天就去这儿走那儿走 看阿哥有没有做工 啊 所以他十个阿哥都很生气他 很憎恨他 因为他特别被他爸爸疼 大家都兄弟 但是爸爸特别疼他 因为他是爸爸最爱的老婆生的 所以他哥哥就行为他 有一天就捉了他 打了他之后就在坑里面想弄了他 但其他人说这样不行 他会查出来的 不如这样把他卖了他 没有死在我们手中 卖了他我们看不到 所以真的把他卖了 卖了埃及了 从一个少爷仔 如果没有人害他 他到路的时候 就是爸爸死了 他坐爸爸的位置 成为组长 成为家族的组长 最多是这样 只有十个阿哥在位之下 被他猜献 继续做工 他就是自自独独 他也是这样 成为家族的组长 组长 但是他就没有了 他就被买到埃及做奴隶 做奴隶的时候 他说神你要保守我 为什么 他会跟阿哥这么争恨他 你知道吗 因为他跟阿哥说他的仪仗 他说我看得到 我们大家是蜜菌 你们要向我下拜 我听到阿哥真是火到你了 然后再发了一个望 连太阳月亮都向我 还有星星都向我下拜 连父母都向他下拜 个个更加生气 你说到最高是你 你最歪 假装都会弄死你 看到你的望不会成真 所以有时我们看个天真 我们分享一个仪仗 我终于要为神做一些事 就被人潑冷水 人家就说你 之后你会害你的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所以默索索地说了 我曾经在 读完三年的神学 就毕业了 就要出去做传道人 就一个都是刚刚毕业 但是另外一间神学院 不过他以前是我的 主日学的老师 所以他年纪比我大很多 所以他就说 默索尖 你现在毕业了 打算做什么 我说将来要为神做这个 我要写书 我就问他 我当他是主日学老师 我和他分享我的仪仗 我说 你们年轻真的很有心智 很大仪仗 很好 然后他写文章 就谈我 这些年轻人 不知道世界 刚毕业就想飞 以为自己可以为神做大事 这些人全部不实际 我看到的时候 你是我主日学老师 应为我开心 反而在那里谈我 我说神啊 我得罪他谁啊 我得罪他什么啊 我偷偷他的鸡 没有啊 他又不是我教会了 他是来玩一间教会的嘛 另一间神毕业的嘛 为什么我说我好想坏神 做这些事就得罪他啊 就要写文章唱衰我 哎呀 真是 所以欲塞都是这样 说自己送帝给他忙呢 哥就弄他了 卖了他了 这个就是破碎了 你有没有试过重招啊 公司请你来 这个公司的时候 哎呀你现在进去了 欢迎你啊 打算在这个公司做些什么啊 大展红图啊 你又说了一下 我们公司挺好啊 我做了 听到之后 就怎么整你一锅了 是不是 你这么聪明 那我们不是全死了吗 整你一锅 你出我们大家 上岸无事 这个就是这个社会真实的面望 很多人在面前 赞你 哇你真是很有仪仗啊 你真是很有志向啊 你都挺大啊 挺好啊 我欣赏你啊 以后就插你很多刀了 这个就是 弱室 当他去到这个 他的主人那里做奴隶的时候 他的主母看到他英俊嘛 英俊啊 他的主人是属上不响的 就拗孕他了 这样他当然不行了 这样死得嘛 是不是 哇 这些事情很危险啊 就走咯 走的时候 他主母拉着他的三腹 不让他走 他又不爱三腹 走 哇 走得快好世界 就是走不出他的五指申 他就说 哎 我拿着他三腹啊 这个人啊 心逃不愧 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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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主人回来 当然是听老婆说了 是不是也好 你先坐牢 如果是我老婆不对 都是我们两个人回家 回房谈谈 谈谈他 但是你这个人一定要消失 就被他坐牢 从少爷仔 变到老大 变到坐牢 根本 惨了 在那里 叫天天不凝 叫地地不灵 不知谁可以帮到他 只要能够求神 到最后很奇妙 上帝就被埃及的法律 有个亡 七只肥牛 七只羞牛 七个很丰盛的脈髓 七个枯干的脈髓 没有人会解释 有人想 曾经他在金房 帮我看过亡的 叫他来 若瑟 哇 法律王 我看到你里面有灵 有神的灵 如果有人跟我说 牧师 当你讲道的时候 我看到你背部一只灵 我会害怕 如果你说牧师 我觉得你讲道的时候 你心中有灵 那个圣灵的温因高很强 我很开心 如果我背后有一只灵 我就会害怕 但是法律王 感觉到 你这个人心中有神的灵 就升他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管理他们的事 哇 从那天开始 就被神提升了 被神提升之后 他之后救到他哥哥 因为七年大饥荒 每个人都投靠埃及 就是他哥哥怕他报仇 他没有报仇 OK 但是到五十章的时候 他爸爸死了 雅各死了 他十个哥哥害怕 现在爸爸过世了 现在爸爸过世了 玥师是因为爸爸的言故 他没有不报仇 免得老人家伤心 现在爸爸过世了 没有人看了 他会不会现在报仇 失势我们十个兄弟 或者托十个洞 摁了我们 就是找他 玥师啊 我们知错了 以前是我们不对 害了你 你不要忌仇 玥师说不用怕了 我知道 你们的心是黑的 你想害死我 我知道 你不要说没有 不要说谎 是就是 但是神的心意是好的 哇 这就是一个被提升的人 就是你可以胜过心中的苦毒 你是知道对方对你不好 是要害你的 你不会当他是好人 但是你不需要像他那么坏 哪个人 你走过一条路 狡快你 之后你又赔回那个狗 有没有 有没有 当然不会 但是很多时候 个人骂你 之后呢 你又骂回他 对不对 之后个人 说话 伤你 毁绑你 你听到之后 这样都说得出的 你就说 他制造过这个坏话 我就制造多一点 你对我好 我对你更好 你对我不好 我对你更加不好 哇 这个就是很多人的反应 但是他不是啊 欲失说什么呢 我看到神的心意 人有很多计划 人有很多计划 人有很多阴谋 人有很多陷害的意图 但是我看到是神的手 我看到是神的心意 要我经过这些破碎 被我哥哥害 来到埃及 原来神的意思 是要提升我 来保存更多人的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哇 这个就是被神提升的生命 你愿意接受破碎 是很多上帝用不同的器具 破碎你 你不会跪那些手 你不会跪那些铁仔 或者铁仔 你知道这个主人 让铁仔铁仔铁你 你跪那些铁仔铁仔无用的 是因为那个主人 让那些铁仔铁仔 来塑造你 你知道他的意思是好的 继续 我们看看大卫的故事 大卫的故事 来到一个经节说什么呢 一切道好吗 犯受困逼的 我真的不明白清楚 阿Ken 困逼 犯受困逼的 陷制的 心里苦恼的 都罪质在 到大卫哪里 大卫就作他们的头目 跟随他的 若有四百人 意思是说什么呢 很多人很惨 差人去走路 很不开心 很多困逼 很多生活 真的很不够 经济有问题 被人追逐 很多 全部都走到大卫那里 为什么走到大卫那里 因为大卫都被人追逐 被谁追逐 素罗王 他的外父 为什么一个外父 会追逐自己的女婿呢 因为大卫打赢哥利亚 素罗已经担任了 谁打赢他 就把我女儿嫁给他 没办法 一定要嫁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他很不甘愿 他不甘愿不是因为 这个年轻不英俊 或者这个年轻太矮 不是的 他不喜欢 是因为一帮女人唱歌 那帮女人唱什么歌 知道吗 素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闻闻 登登登登登登登 有歌唱 之后 那些小朋友又唱 行啊歌 叮叮叮叮叮 素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闻闻 哇 好容易啊 火又来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 原来 有人赞你的时候 就是你死日就到了 你知不知道 欲伯为什么会这么惨呢 就是上帝赞他 不是人赞他 上帝在天使面前 在魔鬼面前赞 哇 欲伯真是疑人 我的可仆人 魔鬼就挑战了 是吗 你试试那些尼巴 保护他的东西拿走 你试试拿走他所有的 他马上转面 就助你 不会的 上帝说 不会的 不会的 试试就知道 没有人真心爱你的 上帝 全是要你的祝福的 你没有祝福 他就离开你了 上帝说好啊 你试一下 所以当上帝赞你的时候 是不是大事了 谁要上帝赞你的 不要今天 最好回到天家赞我 回到天家的时候 他就说 良善的仆人 来到主人的遗众享受福乐 那就好了 在地上就赞你 在天上赞你 你就递劲了 是呀 因为魔鬼会挑战上帝 天使都说 是吗 这个人真是这么好 哇 试验就来了 但是很多时候 不是神赞我们 人陷害我们 人家都听不到 但是最糟糕 人家赞你 你有没有试过 在你的同时当中 你的舌头赞你 是呀 就是减那个工人才行的 我的得力助手就是减的 你是不是很开心 你的味道都 咬上你 但是之后你发觉到 今天吃饭 没有人和你吃的了 你自己出去吃的 没有人要和你同桌吃饭的了 他同时说 是呀 你是得力助手 你和舌头吃 我说不是的 不合和你一起吃的 是不是 为什么这样的呢 因为有人赞你 大胃就是死了这东西 他不是不好 他没有得罪扫罗 但是就是有人赞他 他就死了 原来我以为我来到香港 我安安定定 读我的博士 是应该不会有事的 谁知道 出事不是我 我讲道那些人很喜欢 一个死的教会 我讲一下 生起来 哇 我来08年就来香港 那些教会 每个月都请我 每个月都一次 三间教会 哇 三间教会都复兴的时候 哇 糟了 因为他们执事 请我看看 荣生起牧师 会友很喜欢听 那个牧师听到怎样 但感激主那些牧师也好 因为他知道我不在这儿开教会 他说好啊 请我牧师来 加上那些牧师也很大方 他就会和我一起吃饭 和我会友一起吃饭 大家很开心 但有一个牧师有心 不开心 当我牧师讲道的时候 会友没有来 会友不带朋友来 当那星期是我讲道的时候 就带三朋友来 然后三朋友信了主之后 诶 黄牧师何时来 哦 他来那天我肯定出来 他没有来 我先想想想 你想想那些牧师的心 很伤 但感激主那些牧师也很好 他就有一个牧师 比我大 他很谦卑 黄牧师 我想和你学一下 到底为何你的讲道 那么吸引人 你可否有些东西教我 哇 我不好意思 但我借他一本书看 你看看这些东西 他就学了 另外一个牧师也就是 就学了 这样才去做 但是这些东西 因为那些牧师和我好朋友 所以没事了 但另外一间教育就不是了 因为他的执事 想找一个主人牧师 就请了这个老牧师 做暂时的主人牧师 希望他能够帮他们找主人牧师 但是这个老牧师 是说会帮你玩 但其实是不想玩的 做到应该退休 都不退休的那些 突然说 黄生的牧师不错 当时我读博士 都没什么出来见人 就听到他们太义黄生的牧师 哇 他说什么 马来西亚人不懂得学习香港的 同志那天开始 他在我面前好好 你真是好 很多人喜欢你 但背后就打我 打压我 烂了我 我不知道 到最近才知道 原来我来到香港这几年 是被人害得我不清不错的 被人阻止我发达 但是不关我事的 是他执事太以我的名 我就死得不清不错了 我就被人憎恨了 我就被人入了Black List 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忐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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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上帝被这样的事发生 那个牧师应该是好人 他一直都是好人 他一直都是好人 自从黄生经存在 黄生经牧师离到香港之后 他就开始不是完全是好人 他就开始不是完全是好人 是不是我害到他 应该是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很多故事是这样的 这个表哥很爱这个表妹 两个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对吗 青梅竹马 那个表哥 想明年就去向表妹表达告白 预备了很好 现在两个都来到成熟的年纪了 谁知道还未来得及告白 某一个男孩 同在什么地方 搬过来的地方 他就表演移到这个男孩 很不同性格 气质不同 很有兴趣 跟他做好朋友 所以这个表哥开始就变成熟人 这个故事是不是很熟悉 是否很熟悉 但是那个表哥一向是好人 为什么那天这个人出现了 就变成怀人 因为有人要跟他生命中 奪走一些很宝贵的东西 他就先下手为强 他就做好多小动作来害那个男人 你破坏他的命 而使他表妹不会喜欢他 对不对 如果你是看戏的人 你会同情那个表哥 一定会 他等到好多年的 是你走出来害到他的 他这么坏都是你害到的 那那个林泽应该是否要赔偿 要死给他看 对不起 是我去到你的 是我 你杀了我 我借罪 不是的 到底是那个表哥自己选择 你要放手 或者要先下手为强 你是保守你的三界 继续爱你的表妹 祝福他幸福 或者是你为了 要得到你的表妹 成为一个小人 所以挺姐妹 很多时候 你的生命被人害的时候 你不要想到你是冤枉的 因为你的出现 你使得别人的生活不再平静 你就像一个石子 丢到那个湖水 就不再平静 是你引起的 Hello 所以不要怪别人 在你后面插很多刀 是因为你挡住它 你不是在我前面 我哪里插到你 你在我背后 当然插不到你 就是因为你挡在前面 我说到刚下 很信守 所以这就是你的生命 会经过很多破碎 因为你阻止别人发达 因为你的出现 拿走别人的光彩 你来到这间公司之后 时头不再看它 是因为看你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来到教会 最英俊是你 本来那个女生 你很喜欢的 但是如果那个女生 喜欢那个男生 你就从此死过 我从此不来这间教会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男生出现 是你啊 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无论在哪里 都会出现这样的剧情 就是因为 上帝要破碎你 要提升你 一句话这么说 一起读 人的眼睛是黑的 心是红的 东人的眼睛红了 心就黑了 对不对 意思是说 当他妒忌的时候 他的心开始有很多诡计 怎样擅你一脚 怎样设一个陷阱 让你冒下去 他妒忌你 他就天天在注意你 要捉你的把柄 是不是 你去公司 是不是这样 Hello 是不是很害怕 星期一去的时候 要小心 谁来的 看看清楚 我做什么都要很小心 为什麽呢 职场而战场 是不是 因为很多人 在你的面前 Hello 欣赏你 真是好 真是勤力 最早来公司是你 最后回来也是你 真是好 请到你真是好 有福 但是背后一转身 他说 害死我们 一向都没有人查我们的时间 就是你来了之后 仕头就天天查我们的时间 你成为黑人争 是不是 就是你 使大家玩吃都辛苦 你没有来 大家可平安 没事的 我仕头都没有那么精力 你来了 够了我们的仕头 我们这班公人 怎样生存 Hello 你有没有经过 我不是说 我自己的生命 或者是你都经历过 讲故事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说到 在一个博物馆里面 摆设一个很漂亮的岩石的艺术挑割品 很多人早上就入门 排队 买票 去看 很多挑割 挑割得很漂亮 很棒 这个挑割品 很欣赏 一块石能够挑割到这样 这个石应该硬度很足够 第二 可以挑割到这样 真是神工 挑割师真是好 很漂亮 到晚上 每个人都走光了 晚上 关灯了 然后两阵灯就开始 很安静的时候 大人之间 在地砖 一块地砖就出声 Hello 藝術品 听到我的声音 那个藝術品 谁叫我 是我 看下来 我在下面 他看下来 是你叫我 是 我知道你高高在上 麻烦你听听我几句话 我认识你的 你认识我的 是的 我们来自同一个山 你是不是在哪里哪里的山 在那里出产 是的 你都是在那里 是的 所以我记得你的 他把我们挖出来的时候 那些工人很坏 你作我们 我就和他们反过 就弄到我碎势 然后把我成为地砖 现在 为什么你会这么好命 为什么你不是地砖 为什么成为牙涉品 为什么会这样 同样离着一个山 为什么名不同 那个艺术品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其实那个人 是找到你先的 他是一个艺术家 他找到你 他要作你出来 带你反抗 你不肯就睡 你就和他死过 所以就裂了 裂了就不能用 就成为地砖 但我又不同了 我知道他是大师 是艺术家 我就遭他 他要怎么做 就裂了 要挖洞就挖洞 我就跟着他 所以最后我就成为艺术品 看见姊妹 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的结作 圣经说的 我们都是神的工作 神的圣灵在你的生命做工 神让很多的环境 很多的人在你身边 来塑造你的生命 你经过很多的痛 这里挖洞 这个打击 那个打击 其实要塑造你 成为一个艺术品 但你反抗 你不肯面 多痛 你知不知道很痛 因为痛 你不可以再接受 任何的磨练 任何的塑造 任何的打击 所以你的生命 到底是什么 看见 这个故事 是要提醒我们 如果你在冬天里面 选择放弃 你就失去春天所预备的承诺 我这句说话是种子 如果你是一个种子 你在地下 因为冬天很冷 你放弃 你死了 在春天你会不会发芽 你已经死了 但如果在冬天里面 你坚持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是很冷 快要死 不要放弃 坚持下去到春天的时候 哇 你开始发芽 你开始从土里面 挣扎出来 你见到阳光 耳水 之后 你就发芽成长 成为一棵很漂亮的树 或者一叠花 你的生命有黑暗 你的生命有冬天 但你一定要经过 不要放弃 可以说阿们吗 坚持下去 你就看到上帝为你预备的承诺 有句说话说 Let God interrupt you in your life Because something important He wants to bring into your life 上帝很多时候 在我们很平静 很安舒的生活里面 会掉下一些东西 使你很不舒服的 使你生命里面 可以迎接上帝 就是要给你一些好的东西 平时我们不喜欢的 上帝你不要搞我 我这样到死都革命了 你不要再搞我 但是你发觉到 你很开心的时候 突然间你的公司 来了一个很惹人憎的人 使你床子以后 你上班是不开心了 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 你来到教会 很开心的 突然间某个大兄 或者某个姊妹出现 奇怪 他和大家都好 就是对你不好 我哪里得罪你 我们是不是贴错门神 我们不信这些东西 我们信耶稣 为什么你是针对我 我说什么都要顶我 我说什么都要捱我 我说什么都要捱我 为什么这样 其他人不是这样做 为什么对我这样做 上帝 你是不是看不过眼 我太舒服 你是不是看不过眼 我太开心 你是不是看不过眼 我太幸福 不是他走 就是我走了 有没有经过这样 Hello 可能 最好不要 牧师 不要祝福这些东西 我们不要 但是你生命里面有的 有时你成家人 兄弟姊妹很开心 对不对 但是某一个人结婚之后 加入来的 或者是娶了你的 阿姐 或者阿妹 那个人 成为大家要死忍 死忍 死忍的人 从此以后 家序 不是一个开心的事 你去吃吧 我没有空 为什么 因为出现了一个人 是的 有时你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 因为上帝 要把一些重要的东西 带入你的生命 第二 生命被神提升的意义 在哪里 为什么 牧师 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事 为什么上帝要做这么多事 我们不可以提升 我保持平平淡淡 就可以了 但是上帝 为什么要提升 我们要用这么多手 用这么多心机 因为上帝要你被提升 去解决问题 上帝要兴起领袖 上帝要你生命 成为一个领袖 去解决问题 你知道被提升 就是要负责解决问题 我被提升成为会目 就是会长的话 我就要解决七个教会的问题 我要解决目者和目者之间的问题 我要解决目者和执事之间的问题 我要解决很多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我要解决教会和教会 中派和周末 中派之间的问题 我们要去解决很多问题 在明年卓牧师做知语牧师 解决问题的责任就是在你身上 开始头疼 当你的公司提升你做某某经理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原来 最麻烦的就是疑人 是不是 其他东西 钱解决到的问题不是问题 钱解决不到的就是大问题 通常都是什么 人 是不容易的 各个人都不同的 同样的事情 各个人 都有不同的方法来解决 你会发现到 你需要智慧 你需要上帝给你忍来 你需要上帝给你忍告 你需要上帝给你的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弟兄姊妹 提升不是一个 你有一个位置 之后可以洗人不用本 之后可以骂人不用本 弄到别人无法睡 之后可以好好睡 不是的 被提升的第一个 就是要你去解决 他们一直存在问题 没有人解决 你需要去解决 第二 就是发挥你的恩赐和财干 去造福人群 在这里我要说一件事 我曾经有一个胡佑 他是很好的老师 很尽责的老师 在小学 所以每个老师同时都很喜欢他 他的校长都很喜欢他 所以校长退休的时候 你做校长 我提升你 他说不要 因为他做校长 在小学 家母多少钱 几百万 但是 有时常走 你走去 去校长头校长开会 又去吉林坡开会 然后有管迷的老师 平时同时 大家的关系很大 然之我成为你的上司 很尴尬 不知道怎样相似 都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了 所以就是这样 他就推了 之后 没有办法 就叫一个很差的老师 做了校长 因为他说 我如果做校长 我会很忙 很责任心 很重的人 会很多事情要做得很尽 我会很辛苦 但是之后 当这个很差的人做校长 他没有这个心理压力 他就把那些责任推给他 所以他都是一样 不是校长 但是都要做校长的事情 还要看那个很差的校长的样子 还有 唐氏前母乖 他一天责任 就是你害到我们的 现在这个人做了校长之后 个个都痛苦 是因为你拒绝做校长 哇 他内疚都不得了 到底他辞职不做 他跟我说 我说是你的错 又是我错 我这样做校长 关我什么事 是你的错 你应该坐上个位 祝福你的老师 那些同事 大家会因为你 而开开心心 继续做老师 就是因为你不肯做校长 你辞职 其他都跟着辞职 那学校的学生 就少了好老师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原来上帝提升你 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名义 自己的地位 自己很有面子 不是的 是要你成为那些下面的人的祝福 所以我星期五说了之后 我们教会一个大兄弟说 是啊牧师 你说得对 当我被提升的时候 在公司里面 那些同事说 幸好有你啊 幸好有你啊 如果我们不知死到哪里去啊 幸好你有你啊 我们就舒服了 他突然间明白 原来呢 你被提升不是为了你啊 你被提升是为了 是你下面的人的福气 你是一个好领袖 你是尽质的领袖 你是要帮助下面的人 要够好睡 因为你不肯背起责任 就大家都没有够好睡 因为一个很差的领袖 迫大家都没得睡 所以是不是要被提升 Hello 你这么好 你不被提升 就是其他人被提升 就是比你差的人 第三 你被提升是为了将来领袖的榜 就是当你是一个领袖 你在那里尽质做的时候 下一届上来的人 就以你为榜 跟着你的样子 哇 这样做 大家都知道 做领袖要这样才得人心 这样做才会发展 这样做才有意义 这就是领袖 你被提升 就是要成为下一代的人 的榜样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今天 要让大家知道 我被提升不是一个 突然之间好像飘飘然 不是 我知道责任很大 但是我知道 我要祝福下面的人 第三 我要成为下一代的人 很多年轻人的榜样 说一下我的经历 我尽量在四十五分钟结束 我的经历和分享 我的人生经过了很多事情 我说一下 其实我在马来西亚 我开始那间教会 开放一间教会 在加林波 从九个年轻人开放 到百多人的时候 就好像你种了一棵榴莲树 十年之后 就是结果吃榴莲的时候 但是那时候 心中的挣扎就是要 放大教会来读博士 我是很不舍得 我会友都不舍得 我会友很爱我 有些会友跟到我十几年 从中学到大学到 出来结婚生子 所以他们很不舍得我走 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要走 我不走 我的人生就是停在那里 我看到很多牧师 跟我一样的 就是他们比我大 他们没有读博士 他们简单 就不会追求那些学术的东西 就讲一场道 之后 做和尚就打设斋 这样的心态 做牧师就是 你有问题就找你 没有问题我们就去钓椅 钓椅不是要存福的 真是 每个礼拜讲见度 就跟老婆子去吃银餐 吃银餐回家就收拾东西 全副军中 动了大兄 大家开车就去码头 之后租了船 就坐船出海 去到深海中间 就在那里半夜在那里钓椅 钓到第二天 下午才回家 星期一才回家 那帮 南牧师 是很开心的 就是这样一个日子 Hello 是不是很写意 我知道 如果我不改变 我就是这样的了 我不要 我不要我的生命就是这样 所以我一定要改变 我一定要读博士 这是我三年 所以我一定要放下我的教会 哎呀 我不捨得的 到什么我要放 我没有放之前 大兄已经有移民 什么都离开我 甚至有三个家庭 是我带去信主 一个信主 我们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大学生的 他三个家庭 而且都是做生意 要赚钱的 带到他们去信主 我每个礼拜都有小组 好开心 有一天 牧师 多谢你带你我来信耶稣 我们很开心 现在信了主 但是我们想在明年 去旁边那间 很大间的教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主要学 是一流的 我们的教会很好 但是没有主要学 因为全部都是大学生 所以我的子女 没有那么好的东西 所以希望你理解 祝福我们 做牧师可以说什么 你不能走 你是我带着信主的 你有责任留在这里 是不是这样 不可以 我说 是啊 你们这样的衣服 我祝福你 但是我很伤心 我跟卓牧师说 我很伤心 用这么多时间 带到这个三对夫妇 做生意的 经济又强的 又好爱主 又肯奉献的 就走 卓牧师说 有得就有失的 你的教会会友 去到别人那里 别人就很开心 同样人家的教会 又来到你这儿 你就很开心 人家的牧师 就不开心 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是 她去教会 也是神的家 所以那天我就开始学习 当我一对夫妇 和她两个女儿 要去澳大利亚的时候 她跟着我们六年 和我开荒各间教会 她们去澳大利亚 她们去澳大利亚 一位女儿的读书 我很捨得 我说 大兄不要走 又不行 走呀走呀走呀 又不行 怎样好 那感情 我们看着这些夫妇 她们看着我 牧师 不知说什么好 到最后我明白 我要说的就是 多谢你这六年陪着我们 我很感激你们 我很感恩 有你们陪着我们 行这六年 现在你的人生 和你的家庭 要去到另一个地方 我祝福你 无论如何 这六年 你对我们的教会 是一帝的祝福 所以我是这样看 之后我就明白 人生的旅途 就好像长途火车 你上了这个长途火车 你有一个站 但是是长途 每一个站 都有人上来 是不是 上来就知道 哎 哎 同样的火车 好像人生 遇到你 一起吃饭一起玩 但是有些人到半老 就下车了 牧师 再见 真是 就是感谢神 我人生里面 能够有机会认识你 我一定会记得你的 但是 可能到你死 就不会再出现了 像这个弟兄 十几年之后 才找回我 很感恩的 你才会找回我 所以有些人就是这样 会下车 但是我就经历到 所以很多时候 人家在这个人生 上车下车 你会感觉到很失落 为什么那些人离开我 但是有一天 当你要离开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当我要来这里读书 我要放下我教育的时候 会有好 不舍得的时候 我说大兄姐妹 我知道 我也很爱你们 但是我一定要放下 我要追寻上帝 给我的人生的意义 和使命 希望你们理解 他们是哭的 他们是不舍得的 但是他们都要释放我 所以我就放下我的教会 三间教会 和我的家庭 一个人来这里读博士 我就祈祷上帝 拿走我心中的感情 不要让我在市场挂着他们 我会死的 我会召唤他们 不行的 我一定要 让我拿走这个感觉 真是上帝拿走那个感觉 之后就专心读书 尊心读书到一个道理的地步 是什么呢 我回去的时候 哎呀 忘记了 真的 我记得个人 但是那个名字突然答不出 什么名字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哇 这样 但是我看书 那些死了很久的人 我也记得 他说了什么话 是哪一本书 我记得的 他说轮点 他说什么 我记得的 那些书里面 那些学者 死了很久的人 我也记得他说什么 但是我的回友 跟着我十几十年 忘记了名字 所以这个上帝 真的要拿走 否则不能够专心 大圣字面是同样的 我知道我在明年 三年就要 离开这个职份 但感谢主 我们还住在瘟仔 你可以随时找我 Amen 不用哭 要欢送我 我继续留在香港 所以 可能人生的路途就是这样 有一句说话 这句说话你要听一下 有人听着说 很有盼容 一起读 有些人 他们所选择的 跟你不是同一条路 注定他们 要在你的生命中消失 不必会挂念 因为在前面 总有一些人在等你 哇 这句说话来自哪里 我看这个Animation 动画 叫做《闻戒神主》 你有没有看过 174页四集 第五十分钟 那里 你看就看到了 是很感动 我看到很感动 一个人生之后 就要明白 人生不能停留在过去 你一定要明白 一些人的选择 是不同的 是他的人生 你一定要放手 他选不同的一条路 之后 就从此 不会去见面 消失 但不用怕 不用挂虑 在前面有新的人等着你 Amen Amen 所以有时在教会 我们都有伤感 特别是今年 很多香港人 一些人去了英国 加拿大 一些人去了Australia 所以有些人会感觉到失落 如果在网上听的大兄姊妹 可能你感觉到失落 为什麽那些人要走 但你又不可以阻止他 他有自己的选择 他有自己的方向 和人生的追寻 所以你一定要放手 但不要忘记 在你前面 还有些人会来到你的生命中 Amen 你看看我们生生命团 是不是这几年 来到很多新朋友 就是上帝要给你的新朋友 在你的生命中 方腐躲很多人 所以我们不要一会 挂着那些 已经离开你的人 反而 忘记了珍惜 上帝带来你面前的人 OK 你想自今堕落 没有人会阻止你 但是如果你要出人头地 难阻你的人 很多 对不对 是的 在人生中 你要出人头地 你要成功 上帝知道 但是很多人 是不想你成功的 所以你一定要面对 很多的打击 很多的破碎 无论如何 你不要放弃 有句说话很棒 英文 They try to bury us But they forgot We are seeds 有人想把你埋盡 土壘 但他忘记了你是一粒种子 Hello 是不是这句说话很棒 他要打击你 要打击你 要打击你 要用火烧你 再放你浸在水里面 再放在火里面 他忘记了你是精金 越烧就越精 越烧就越好 是不是 如果你是粒种子 人家把你埋在土里 正 你可以吸收水饭 你可以吸收营养 之后你去发压成长 那些人想埋葬你 使你不能出头 谁知道反而帮你更快成功 最后 最后 人生没有重播 只有直播 意思是说 人生不能重离 今天 你在网上听我讲到 之后 你可以再听一次 但是你的人生 不能重播 所以每一次 你经过一些事情 你一定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说 神 我要经过 这个苦难我经过 这个事业我经过 这个破碎我经过 这个破碎我经过 之后我生命 要活得更灿难 更丰盛 Amen 我们一起起床 我们请施琴尼 唱刚才那首歌 有另外一首吗 明天 我觉得这首歌都很适合 我们唱这首歌 成为我们的回应 等你放 会不会放 明天到底会怎样 我们不知道 想得到的 总会得不到 人生就只有一天幻梦 出远小时就不见到 何必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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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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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中我宣告 不必怕人对你同在 别人笑我 为什么等待 让我知道 我能忍你以来 如素 触感我伤手 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够 让我可 请生见你面 是我别得见过 耶稣 触感我伤手 若望那才不再添想 爱无神的 好长期望 感谢你为我所欠醒的一场 我们的人生 在神的手中 你的明天 在神的手中 你不同的时间 所遇到的不同的事严 不同的打击 有时有些低谷 有时有很多眼泪 你一定要带着一个信念 神 你让我经过一切 我一定要得性而出 我等待你提醒我的那一日 我不想这样的淡下去 我不想这样的埋怨下去 我不想这样的堕落下去 因为没有人会阻止我堕落 但如果我要出眼头地 一定有很多个事严 一定有很多个烂躲 但是主啊靠着你 我要得性 靠着耶稣我会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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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主啊 我们就是你手中的工作 我们的生命就是你的杰作 你所准起的商堂破碎 但是要形成一个 杰作美丽的产品 叫我们的生命流露出 你的牵香 在你手中的饼 一定要被抹开 祝福大兄 祝福我的姊妹 没有放弃 主啊 加力量给她 是妄想的 看这个YouTube 祝福他们 我放耶稣的名 祝福你大喜 祝福你大喜 不要放弃 祝福你大喜 不要放弃 祝福你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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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中的身分 祝福你大喜 祝福你大喜 你大喜 我便失败 有何可 四神见里面 是我必得结果 如果有人很感动 要我祈祷 你快点出来 我们再用五分钟 十分钟帮你祈祷 如果你的生命 真的经过 很多个魔力 你那身 我要祝着你的手 快点出来 快点出来 让你五分钟到十分钟 为你祈祷 快点 我不要再反抗 我知道 虽然 他们想害我 但是你的意思是好的 有人要恨我而不易 但是你的意思是好的 有人针对我 但是你的意思是好的 你的手在我生命里面 Amen 我请出牧师都帮我们 一起来祈祷 祝下你恩高临陀 第一姐妹 你都可以伸出你的手 来祝福前面的第一姐妹 她在生命里面 要经过一些事业 叫她们能够得意之言 得力量 放耶稣基督的名 不要放弃 跌到最低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完全改变的时候 做着耶稣的双手 神啊 你不要放弃我 人可能放弃我 但你不会放弃我 神啊 我自己不行 我靠着你一定行 你不会放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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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经过很多的刺伤 很多的受伤 一切要成就你更强大的心 你的心只会更加强大 人生有很多的波折 当你一冠一冠一冠冠的时候 你会成为一个架强大的贵人 成为你身边 一个依靠 神意备紧你 大兄 成为一个巨大 你会成为一冠冠 不是因为你没有问题 因为你遇到所有的试试 所有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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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God is preparing you become a hero in your family to your family members they will notice they will testify that you are strong enough to overcome every hindrance every testing will never break you down kura-ba-sika-da-ma-sanda-da-ba-sanda-be-kiri-anda 将你的生命够给主 你所做你的生命 一切的不开心 转成一个喜乐之业 一切的受伤 要成为一个提升 all your star all your scar 一切的相限 要成为一个星星 all your scar will become star yes 每一个受伤经历 都成为你的财富 和灵感 Amen 我说 我说 你会压得很大 有点压碎你 但不是的 压得你更加坚固 更加强壮 更加固壮 更加固壮 更加强壮 更加强壮 to others 因为你 作为我们的领导 我们可以继续